大家好我是王炳 我的讲个风格是指讲干祸不说废话 这次我们来看一个案例的分析 就是关于这种格局的分析 我们很多的时候一开始讲的都是传统的格局 比如正观正宴七杀 师神商官这种格局 那么我们学在深一点 我们就发现这种分类是很突浅的 对你具体的去断一个案例 它也没有它的帮助 那么真正的格局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商官见官 商官配印 师神之煞 这种正品混杂 这种他对我们具体分析这个人的一些情况 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那么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人水生在未远 未土本气就是极土 是吧 天干又透极土 这是一个什么格局 这就是一个正观格 一个标准的正观格 但是像我们在仔细分析它的时候 就会发现你说它是正观格 但它也没有表现出太多的这种正观格的这种新性来 它实际上是一个商官配印的一个格局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就要看啊 这个地支你看嘛 我们讲过地支如果见到亥某位了 再加上银木 这四个配合起来 亥某位是合木的 银亥也是合木的 它们无论怎么配 地支我们都可以认为地支的木是特别特别的旺的 啊木是特别旺 那么木是什么呀 在这里面的啊 木就是它的一个商官啊 就是木特别旺 就是亥某位和木某木中间不是某木嘛 某木不就代表商官吗 那么这个通知里面人水本身就偏弱是吧 人水本身就偏弱 那么食伤太多了 食神太多啊 也变成了商官嘛 所以说给人地支都被合化成了商官了 商官又是寄审 那么这个他如果不是同格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用印来刻嘛 正好这个天干有两个阵营 两个阵营来刻地支的这些商官 所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 这种商官配印的这么一个格局 另外我们说这个位土 他被核化了 有人说他是不是完全被核化了 这也不是完全被核化了 因为位土占据月岭 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至少有一半 甚至50%到60%的土的力量是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正观 这种而且这个基土被卯目一刻 所以说他这个正观的力量 是被压制的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地支是商官 所以说天干是正印 那么就是商官配印 那么正观这个格局 他本身实际上还是不存在的 那么既然定位为商官配印 那么在分析这个人的一些个性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心性 是商官的这种心性 内心是非常有傲气不服气的 但是表面上又是观意相生 从表面上看这个人又非常的慈祥 非常和蔡 所以这种人他就是非常厉害的 表里不一 表面上一套背地里是另外的想法 但是这种想法这种傲气 他就不会表现出来 又不是锋芒毕露 而是很有诚服 很有偷掠的这么一个人 表面上又让人比较的信赖 幸福 这种人肯定将来是能够做很大事情的 好了 这节课关于这个案例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留言 也可以直接私信 谢谢大家